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美國智庫說西方應該與六個全球搖擺國家增加接觸以抗衡中國 另外,五種新興產業的全球出口,中國佔了三個世界第一 半導體、顯示器和電池三個領域,中國都登頂 最近國際上出現一片去美原化之風 加上中國由促成沙特和伊朗達成歷史性磨解協議 令美國經過自己的國際影響力大幅下降 5月2日,總部在美國華盛頓的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發表一份報告說 如果美歐等西方國家想保持著在全球舞台上的影響力 就必須和一個被稱為全球搖擺國家的新英國家集團進行更有意義的接觸 報告說,巴西、印度、印尼、沙特、南非和土耳其這六個國家 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所謂全球搖擺國家 它對於國際上擁有重要的影響力 但是對於西方的跨太平洋聯盟以外的合作 例如與中國合作都有著不同的偏好 特別是起俄好衝突和中美競爭日益加劇之際 這些國家在全球事務上的影響力 更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 報告說,在對待夥伴問題上 巴西是沒有實派,它的領導層並不認同與中國、歐盟、俄羅斯和美國等不同伙伴的合作關係互相排斥 巴西認為,西方應該包括氣候變化和消除不平等全球治理議題 展開更多的合作,並接受傳統權力中心的轉移 另外,南非主張建立一個多極化的全球秩序 並將自己定位為所謂全球南方國家 這份報告的其中兩位作者 坤茲和圖森·芬蘭德認為 這些全球搖擺國家的政府 並不認為自己在中美兩極之間要做出選擇 他們寧願按照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戰略分析人士的要求 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 定期感、謹慎感從一個選項轉向另一個選項 報告講到印度 他又面對與中國邊界問題和經濟競爭 印度正是與西方有所靠攏 但是這個國家的戰略中不結盟原則 亦都令到他與俄羅斯等國保持著良好關係 因此報告建議西方應該摒棄非此即彼的心態 與印度展開更多有針對性的多邊外交 從而更有效地與印度進行接觸 至於印尼報告認為 他的目標是只想要大國競爭之外 而在南韓問題上印尼也希望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去處理這個問題 雖然西方不斷地批評中國所導引出的所謂非自由政策 但是由於一個多世紀以來 西方自己的殖民主義和在冷戰時期犯下的暴行 印尼對這些西方批評並未做出積極的回應 報告作者就這樣寫了 一個更具建設性的外交政策話語 可以圍繞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多邊主義展開 他認為 事實上這些全球搖擺國家 並不認為美國或者歐洲是他們國家主權的可購捍衛者 至於土耳其 在大國之間 他的策略同樣是尋求平衡 通過這樣來減輕這些大國對抗的影響 近期土耳其在澳洲衝突中充當調解者 就是一個名證 報告說 土耳其也是北洋的重要成員 也是盧盟密切接觸的經濟夥伴 但是從土耳其看上來 世界不只有安利會五個常任理事國 而沙特同樣和西方保持著密切的安全關係 但如今沙特和俄羅斯都是石頭輸出國聯盟 即所謂歐佩克家的主要合作夥伴 同時和中國也是主要交易夥伴 報告認為 西方不應該忽視其他國家 在全球滑船作用 比喻美國就有對中東關注不足的問題 總體而言 這份報告認為 明歐必須在國際合作上表現出靈活性 對於非西方國家的援助 也要保持開放態度 不可以強迫地緣政治夥伴 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 既然馬歇爾基金會的報告可以簡單總結 報告自你行間 透露出在國際局勢不斷變化之下 特別在中國 不斷發展壯大的新形勢之下 美國的傳統精英勢力 既形勢研判 戰略焦慮 和應對之賊 報告的潛台是認為 美國為我獨尊的外交政策 都很難走下去 特別這六個新興國家 不會跟隨美國的劇本演下去 但是報告也有意無意忽略了 美西方戰略困局之所以形成 與中國一益強大 很有關係 特別中國的產品 已經脫離 只是做低增值 輕工業產品的階段 起很多領域 對美國和他的盟友 構成很大的挑戰 韓國貿易協會旗下的 國際貿易通訊商研究院 5月3日發表了一份報告 值得關注 報告顯示 在五大新興產業裏面 有三大領域 即是新一代半導體 新一代顯示器 和再充電電池 中國這三個領域 對全球出口 所佔的比例 已經是全球第一 除了上十三大產業之外 五大新興產業 還包括生物保健 和電動汽車 在這兩個領域 同樣是德國第一 美國第二 報告說 五大新興產業的全球貿易總額 由2016年的 1.6萬億美元 增加到 2021年的 3.2萬億美元 即是五年之間增加了100% 證明了這些新興產業 未來的增長潛力巨大 2021年 這五大產業的出口額 已經佔全球整體出口額的14% 從個別國家的表現來看 在2016至2021年 中國五大新興產業的出口 在全球佔比 提高了1.6% 德國 升了0.9% 越南 升了0.7% 他們是贏家 相反 美國跌了1% 日本跌了0.6% 韓國跌了0.1% 美日韓 是新興產業出口的輸家 韓聯社同時提到 韓中兩個新興產業出口 佔比差距持續拉大 在2021年 韓國在全球出口佔比5.4% 中國的佔比13.5% 兩者差距8.1% 較五年前的6.4%差距 進一步拉大了 以2021年為例 中國在新一代顯示器 全球出口佔比34% 再充電電池佔比33.9% 新一代半導體佔比15.6% 都是世界第一 遠比其他國家強勁 在生物保健和電動汽車領域 就是德國和美國分別佔頭二位 而韓國在半導體佔11% 顯示器佔10.7% 電動車佔6.6% 再充電電池佔8.7% 生物保健佔1.2% 韓國在半導體和再充電電池 這兩個領域表現比較好 排全球第二 但是都是被中國壓住 講到這裡有幾點觀察 第一 在電動車領域 德國排第一佔全球出口的33.9% 中國只是排第三佔8.5% 問題是中國大量生產和銷售新能源車 只是本土市場 都未應付得了 雖然不及出口 2022年 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 59%來自中國 當中 比亞迪 超過了美國特斯拉 成為中國的第一 第一 未來 只要中國車廠騰出手來 就會加大出口 很有機會 升上電動車出口榜的第二位 甚至衝擊第一位 第二 中國在全球三大半導體 佔比15.6% 已經是榜首 未來中國 會進一步加大 中低短芯片的產能 這部分的佔比 還會快速擴大 第三 沒有作為全球經濟霸主 但是這五大三星產業 在全球出口裡 竟然沒有一樣 是世界第一 而中國 就有三項 是世界第一 預計兩國的差距 會進一步拉闊 無關乎美國 會這麼擔心 中國會挑戰到 他的全球經濟霸主地位 另外 在石頭台的示範評論 會講到 南韓總統尹錫悅 跟著美國走 對抗中國 究竟有沒有出路呢? 韓國商品 起中國不再吃香 第一季 韓國對中國的出口 同比暴跌 接近三成 歡迎訂戶 去石樓台 看看我的評論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 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再生喔! 再生喔! 預令